各位同学,我们今次的练习就会和之前练习的形式是一样的 是怎样的形式呢?我们用第一对词语去做一个解释 你看到我们这里就有NADNAP这个词语 这里面的响音就是啊这个短的英文响音 这个词语如果我们在后面加上ing这个suffix上去之后 我们从这个新的串乍那里就会知道这个啊这个短的响音是不会变成其他响音的 仍然是啊这个响音的 原因就是你看到是一只P变成两只P 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啊这个短的响音就会保持 旁边这句词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kid的词语有一个这句短的英文响音 我们加了ing在后面之后 原本的e的响音是会继续 即是kidding 见到的原因都是跟之前大同小异 原本一个d就串了多一个d出来 两个d 所以我们就会继续这个e的响音 今次我们会怎样练习呢 我们就会将 今次我就想大家全部词语都自己去试试一次出来 跟着再去听我怎样练习呢 再听我怎样读呢去做一次比较 nap napping napping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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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ding hop hopping hop hopping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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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ting jog jogging jog jogging jog jogging pat patting pat patting let letting let letting pet petting h you hug hug hg hugging hig higging h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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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l higam hig hig hum, humming win, winning sip, sipping tug, tugging sit, sitting sit, sitting